昨天称误射雄风三型导弹 离谱情节震惊两岸 今天下午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结束了访问行程回到台湾 但对所谓的误射仪式却采取了冷处理 只是简单表示这种事情根本不应该发生 对于外界关注的所谓误射事件 将对两岸关系造成怎样的影响 蔡英文更是只字未提 台军将自行引发的雄三导弹打到台湾海峡 由于时间地点都非常敏感 牵动两岸神经 台当局高层表示这是误射 不过各界质疑声浪不断 今天下午回到台湾的蔡英文 在桃园机场并未就外界的质疑做出说明 只是声称这种事情根本不应该发生 当局会用最负责的态度处理此事 这种事情根本不应该发生 我向同胞承诺 会用最负责的态度来处理后续的相关事 对于台湾渔船响礼声号 遭到导弹误射而造成一死三伤的悲剧 蔡英文表示会负责到底 但是对于外界关注的 两岸关系会不会因为此事而受影响 蔡英文没有回应 只是称她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做 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在整着我 我们继续工作 谢谢大家 在离开机场后 蔡英文回到办公室 听取相关简报 目前已经是晚间九点多 还没有任何消息传出 对于这起造成一死三伤的事件 蔡英文仅用 根本不应该发生来说 也回应 她也没为此事道歉 相关的官员也没为此请辞下台 蔡英文勾口声声说 要用最负责任的态度来处理此事 她的诚意何在 各界都在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